全世界的失智始终呢 是三秒钟就有一个 这么惊人的数字呢 其实发生在台湾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算起来呢 我们全台湾失智人口的28万人 也就是说比一个加一生的人口还要多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我想失智症的关怀 跟失智症的照顾 已经变成是我们全民共同 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为你探讨这个议题 大家好 我是谭爱珍 我是徐文君医师 我也在长庚失智症中心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国泰人寿的怡婷 好 那我们今天三位来宾呢 各有专场 但是都有个共同点 那个交叉点都交叉在 失智症这件事情上面 年前的统计大概65岁以上 有8%左右的老人是有这个失智 那我们大概每年预估会增加 1万多人的这个失智者 那另外我们也有预估 台湾的年轻型失智症也很多 所以现在大概我们预计大概 大概有1万3千人左右 我们预估大概80岁以上 大概20到25% 这个大概5分之1到4分之1的人 是有失智症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常常会越来越长遇到这些问题 是因为我们越来越长寿的 对 17岁你看我现在都67了 17岁的时候 我的爸爸因为糖尿病的关系 所以他就伴随着就是失智了 失智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叫做失智 那个叫老人痴呆 对不对 那时候是这样 那时候爸爸几岁 爸爸因为他是比较年长才生我们 从大陆来台湾 就是等于逃到台湾来之后才结婚生孩子 那那个时候我因为只有178岁 那我是自己因为父母很早就离婚 所以就变成是我照顾他 我就休学在家里面照顾他 在医院照顾然后再到家里面照顾 我奶奶大概是就我爷爷过世之后 大概是他74岁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符合徐医师讲的那个年龄这样子 对是一次小中逢之后 失智症的原因有很多 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阿兹海默症 那阿兹海默症它有危险因素 也跟高血压糖尿病 还有这个高血脂有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三高也跟脑中风有关系 一旦发生中风以后 这个认识功能就会退步 或者是就会造成血管性的失智症 所以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初就常常听到人家讲 我会不会失智了 我失智了 有没有很常听到这样 没有我常讲这句话 有吗对不对 或者说忘不忘息 我失智了 我又忘记了 我女儿说你从小就这样 所以这个 我也会被我儿子这样子说 经常忘记记性不好 跟真正的失智症怎么分辨 这个常问的问题 当然也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需要区别 包括说要不要就医 那一般来讲 我们的这个 常常会忘记事情 通常都会是因为注意力不好 比如说你没睡好 事情太多了 太忙了 但是失智症的这种遗忘 它是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所以就是说 你可能完全忘记 今天早上做了什么事情 有一句话你说了 你又再说 那旁人都直约得你很奇怪 都在已经说过了 说了两三次 另外一个就是说重要的约会 重要的事情 通常来讲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 所以大概是不会忘记 那这样的事情 如果重复发生 一次当然还不一定 那但是如果重复发生 再加上这个有其他的症状 包括会忧郁 焦虑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常常是用情绪来表现 失智病人照顾 在钱的部分 最花钱的 最烧钱的是什么 我想最烧钱的应该是看护 然后另外就是 如果要送到养护机构的话 那尤其是护理之家 到后面重度的时候 住护理之家 那个其实都是非常的昂贵 外劳 我们要聘请移工 也是要两万多块 那其实还有一个间接成本 因为这个不一定就是钱 但是家里其实还要有人 腾出来照顾 那所以这个因为没有工作的时候 引发的成本 其实也不少 而且失智症常常不是 一个人可以照顾 有时候家里头要两三个人 一起轮班 或者是轮班上阵 这样才能够处理 我说我有保了什么保险 当我进入失智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帮我上忙 有吗 有 其实一般来说 针对失智这样子的保险 认知功能障碍是有的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过去大部分的人 投保的都不外乎是长期看护 一般长期看护嘛 那还有失能 其实失能险也有 也有人买的是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险像什么 有重大伤病卡就赔 也有 那其实实际上 如果说是专门为失智认知功能障碍的 就有这样子的保险 因为大家这种失智这种方面的意识抬头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公司上就会出 就会出一些就是说有食物给付的 不是说只有拿钱 它是可以说我们请一些就是医疗照顾 就是有实际上的那个照顾的行为 来去做类似食物折抵 食物给付这样子是有的 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说 如果平常很注重身体健康 多运动啊 可能可以降低失智的可能性 可以吗 那所以当然很多人就想 如果我跟另外一个都不运动的人 那我们两个脚的保费一样 这样公平吗 我们也有就是提早 很久之前其实我们就有这样子的考量 那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叫外衣保单 运动是一个最好 而且在研究上是最有一致结果的一个预防 过去其实我们就是有的人 也会投保长期看护险 其实是有的 那还有一些失能险点点滴滴 那不管 其实这一些保险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注意到它的广度 因为其实失智它是一个症候群 很多种状况 那广度还有深度 就是我今天买的这些 我遇到这个状况我到底够不够 因为怕的是 我有买可是不够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许是十秒钟 好 但失智不可怕 只要预备好 早期诊断早期介入 那有很多很多 从生活医疗跟这个财务啦 这些家人之间的这个预备 都是可以越早期开始越好 才要几五秒 好 对 wield着fficial说 存钱 存身心健康 存背担 存有益 放 W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